这天警方接到一对户外约会的情侣报案 他们在高速桥下的停车场内发现一男一女死在了车上 警方对现场进行勘查后 发现二人竟是最近网上很火的一对网红夫妻 他们经常在电视上跟大家分享夫妻之间的沟通技巧 法医对死者初步检查后 发现二人的鞋跟都有一定的磨损痕迹 而且鞋底还卡了很多石子 再加上他们的衣服也都被翻了出来 高法医怀疑着很可能是有人移动尸体后再放回座位导致的 由于车内空间太小 所以警方决定将尸体搬出来进行尸检 法医小夕发现两名死者都是被戾气刺穿心脏 从而导致尸血过多而亡 根据尸体的肝温判断 死亡时间大概在六七个小时左右 二人都没有挣扎过的痕迹 小夕怀疑应该是凶手先将他们迷晕 接着将二人交换位置后进行杀害 但奇怪的是 唯独女人的脸上被人用刀划了一个大茶 经过检查后 在伤口处并没有发现生活反应 再加上死者的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 小夕猜测死者应该是死后才被人用左手掐住脖子 然后在脸上留下了痕迹 可他到底跟死者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高法医却认为应该不只是仇恨那么简单 凶手可能对二人有很大的执念 并且他这么大费周章的搬运尸体 应该是为了实现自己内心的某种仪式感 此时另一边 法证部也对车子进行了勘查 警方在座椅的头枕上发现了一滴可疑的液体 还在副驾的窗户边找到了一些衣服残留物 通过试剂快速测试竟表现出了一些血迹反应 回到警局后 法证部立刻对目前找到的证据进行了检测 结果显示座椅头枕上发现的可疑液体就是迷药的成分 并且法医那边也在两名死者的鼻腔内发现了同样的成分 这也证实了小夕之前的猜测 凶手就是先将受害者迷云之后进行犯罪的 而那个衣服的残留物经过检测后 确认是来自一件已经开始老化的皮革制品 高法医认为这应该是凶手在搬运尸体时不小心掉落的 另外法医还在上面发现了一些血迹 初步检测这些血迹至少干了30天以上 但具体的时间还需要进一步检测才能得知 警方还在袁东来的外套内找到了一枚钻戒 而戒指的内环还刻着一盒弯两个字母 很明显弯就是代表袁东来 但他太太李绘珠的首字母却不是异 那他到底是要将这枚戒指送给谁呢 见证科立刻对这枚戒指进行了分析 结果竟在上面发现了一组不属于二人的指纹 并且在车内也有一组同样的指纹 随后警方就将其进行了对比 发现这是来自一个名叫艾薇的女人 不料郭队一听这个名字称自己刚好认识 之前他接到了商场经理的报案 称这个案子曝光之后 他想起曾见过袁太太跟一个空姐发生争执 而这个空姐正是艾薇 并且见证科还在袁东来的手机里找到了两个被删除的号码 其中一个是用的蛇形符号做标记 而另一个就是艾薇 结合艾薇名字的首字母正是一 郭队怀疑他很可能和袁东来有不正当的关系 并且那枚戒指很可能就是送给他的 警方立刻将艾薇带回了警局 简单的了解情况后 他称戒指上面的意根本不是他 而是他的同事伊娃 据艾薇交代 伊娃和袁东来是在飞机上认识的 之后就发展了一段地下恋情 可伊娃却不想持续这种关系 就托艾薇将戒指还给袁东来 可没想到他在商场等来的却是袁太太 而他以为艾薇就是那个第三者 二人就产生了一些争执 他想起之前在电视上 看到袁太太和一个心理学家吵架 也知道袁太太不是什么好人 而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好朋友伊娃 也就不想跟他计较那么多 之后他就重新将袁东来约到了一处公园 上车之后就将戒指还给了他 郭队疑惑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袁东来为什么要将通话记录删除呢 还有他手机里的蛇行符号是谁 艾薇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怕他老婆看到 还称那个蛇行符号应该就是伊娃 因为他的中文名就姓蛇 随后郭队又向他询问案发时在哪 他称自己一个人去了西郊看星星 由于当时已经是半夜 所以也没有什么目击证人 了解完情况后 郭队认为还是不能排除艾薇的作案嫌疑 于是就准备先将他扣留48小时 之后法政部也将艾薇的血液与皮革进行了对比 确认上面的血液并不属于艾薇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高法医为了确认艾薇的口供 来到他看星星的山上 不料恰好碰到艾薇的哥哥在这里直播 他想通过网络寻找在案发时间内 同样在这里看星星的时间证人 如果这个人见过艾薇的话 那就可以帮妹妹洗脱嫌疑 高法医没有打扰他 准备离开这里 可不料在去开车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去干活的小姑娘 高法医把艾薇的特征告诉了他 并询问他最近在附近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女孩称那天半夜他干完活回家时 确实看到了一个与他描述一样的女人 在这里闲逛 如此说来艾薇并没有作案的时间和嫌疑 另一边的警局内 郭队找到了在电视上 语言太太争吵过的心理学家小美 可没想到郭队还没开始询问 小美就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资料上面是一起十年前在旧金山发生的凶杀案 当时被害的也是一男一女 而且死状跟这起案件一模一样 都是被刺穿心脏导致失血过多而亡 而且女人的脸上同样也是被划了一个大刹 凶手至今都还没有落网 郭队疑惑这是十年前发生在旧金山的案件 为什么她会这么清楚呢 艾薇称那起案件中的女死者正是她的姐姐兰嘉怡 而那个男人是她姐姐的男友 如此说来 凶手应该是一个与兰嘉怡和原太太都有过交集的人 送走小美后 法政部对那个皮革碎屑的分析也有了结果 报告显示上面的血液干了至少十年以上 想到旧金山案件的发生也是在十年前 高法医立刻让人将其和小美的DNA进行了对比 结果显示那滴残留的血液竟属于她的姐姐兰嘉怡 郭队也想起之前翻看小美交给她们的资料时 里面有一张姐姐兰嘉怡穿着棒球服的照片 而那件棒球服正是皮革的材质 得到这个线索 郭队立刻让小美清点一下姐姐的遗物 看能不能找到这件外套 可没想到等她整理完后 发现姐姐其他的物品都在 却唯独少了那件外套 郭队怀疑会不会是她没有将那件外套带回来 小美却坚定地说不可能 因为姐姐非常喜欢那件外套 甚至连袖子都被弄花了 姐姐还经常穿 所以她肯定将那件外套带了回来 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件衣服会突然不见了 眼看案件就要陷入僵局 郭队也只好让她再好好找一找 晚上小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她隐约感觉有人坐在了她的床边 还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下一秒她突然惊喜 却发现屋里并没有人 于是她就准备去喝口水缓一下 可没想到她一起身就看到姐姐的发卡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放在了桌子上 可她明明记得自己将姐姐的东西都放进了盒子里 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内心疑惑的她就打算去储物室看一下 刚到门口就看到姐姐的衣服 不知什么时候也被挂了出来 就连那件棒球服也被扔在了箱子中间 第二天一大早 小美就将这些全部交给了郭队 法政部队那件外套进行检测后 确认在原氏夫妇车上找到的皮革碎屑 正是出自这件衣服 可奇怪的是 蓝嘉宜已经死了十年 那现在到底是谁穿着这件外套去杀人呢 眼看线索就要断了时 外勤的警员在街上发现了重要线索 他们在巡逻室看到一辆无人认领的摩托车 打开后面的储物箱 竟在里面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尖刀和一个头盔 小夕还在头盔里面找到了一根毛发 于是立刻将这些带回警局进行化验 结果令警方意外的是 报告显示这把尖刀上面的血迹 竟属于袁氏夫妇 也就是说凶手就是用这把刀将袁氏夫妇杀害 现在虽然找到了凶器和凶手的头发 可没有比对对象始终是无法确认凶手的 根据头发长度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凶手是一个女人 第二天高法医受邀担任小美直播节目的嘉宾 没想到这一去竟让她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就在节目开始前小美去了一趟卫生间 刚出来就遇上了同样去洗手间的高法医 不料此时的小美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竟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高法医询问茶水间在哪 她看着面前的小美感觉非常奇怪 就立刻找主持人询问小美平时喝不喝咖啡 主持人很肯定地回答 小美每次做完节目后都会去茶水间喝一杯咖啡 可她却感到很奇怪 既然小美经常去茶水间 那又为何要问自己呢 带着这个疑惑 高法医在做完节目后 又偷偷将小美割过的水杯带回了警局 将其与头盔的头发进行对比后 发现那根头发竟是来自于小美 郭队却很疑惑 既然凶手是小美的话 为什么她还要向警方提供这么多的线索呢 小西认为她这么做很可能是在混淆警方的视线 可高法医却不这么认为 从她在卫生间门口的表现来看 她很可能患有严重的人格分裂症 得到线索后 郭队立刻带人找到了小美 就在准备将她带回警局时 突然从她的包里调出来一盒没有名字的药 对其进行化验后 发现这竟是治疗精神类的药物 这一点也证实了高法医的猜测 而一般这种人格分裂的诱因都始于一种强烈的精神刺激 高法医怀疑小美是在姐姐遇害后产生了记忆烙印 从而在遇到危险时出现第二人格进行自我保护 而当人格转换后 主人格会完全不记得第二人格做过什么 所以现在只有将第二人格请出来才可以真相大白 来到审讯室后 高法医等人也做足了准备 开始利用她姐姐的死强制刺激她的第二人格进行自我保护 你姐姐在车上和男朋友一起被杀 死后脸上还被凶手画了个大叉 这个情境已经直跟在你的潜意识里 当你受压迫承受不了外部压力 你的第二人格就会出现用同样的方法去杀人 这个第二人格诞生自你姐姐凯莉兰加仪 终于她的第二人格兰加仪被逼了出来 更是直接承认了原氏夫妇就是被她所杀 她恶狠狠地骂着原太太就该死 原来那天他们在节目中争吵完后 原太太又跟着小美到卫生间 甚至还掐着她的脖子说要搞坏她的名誉 让她倾家荡产去上街乞讨 小美原本不想跟她计较 可姐姐兰加仪却不能忍受有人欺负妹妹 所以她就打算杀了她 还称原氏夫妇他们其实并不是什么模范夫妻 那晚原氏夫妇一起去看星星 可原太太却一直在骂袁东岸 兰加仪看着二人并没有防备 就趁机敲开车窗迷晕了他们 然后就直接将二人给残忍地杀害 最后小美也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而她也被送往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